北京时间10月13日,NBA季前赛火箭对慧雄的比赛正在进行中,目前第一节结束,火箭就已经取得了31比21的领先。 今天是季前赛最后一天,再加上对手是上赛季双杀过自己的灰熊,德帅果断派出常规赛级别的轮换,分泡组和加卡皇等人纷纷登场,替补席哥登加安东尼坐镇,不过火箭的手发今天手感很不好,保罗加安尼斯两人都是临终,哈登加坦克一共击中二,修成五大主力和其十一中三,效率很低, 但他们的替补阵容实在火力太猛,安东尼替补上来不到20秒直接抵较三分命中,他带着火箭的替补阵容开始发挥了,葛登手感爆棚六中四,八分钟就已经砍下十分,格林和钱光也纷纷开火,甚至就连保罗在和替补阵容一起打球的时候命中率都飙升,CP3D二节连接两个超神三分, 包括一个距离蓝框十米位置的三分,他们剔谱用119秒就打出11-0,42-21,灰熊崩溃了。